这个定理我们要来介绍一下这个泰勒展开式 Tether Searing 那我们没有要准备要证明 因为这个证明非常的冗长 那同学有兴趣可以自己下去看一下 那它的条件 这个泰勒定理的条件就是说呢 在这个含A的这个区间里面 这个F呢可以呢被为分N加1次 那也就是说呢它是N加1皆可为的 那么对于任意的X 在这个区间里面 它这个定理特殊呢 一定会存在一个C 介于这个A跟X之间 使得呢这个函数F of X 你可以把它表达成右边这种形态 表达成右边这种形态 那右边这种形态呢 它就不是以X为中心 它是以这个A 以这个X-A为中心的 那这个F of A 再加F' of A 乘以这个X-A 然后它这个上面呢 是二阶可为 F二阶在A的导数 除以二阶乘 然后这边是乘以X-A的二次方 再一直加 加到这个N阶 那最后呢 有一个这个Remender 这个是余式 那这个余式呢是多少呢 其实它是N加1阶 分之呢 Fn加1阶的导数 在C那边的函数值 然后这边呢 要乘以一个X-A的N加1阶 N加1次方 那这个呢 我们把它叫做Remender for F at X 等于A 那么 这个式子呢 这样子写 比较复杂一点 那你也可以用比较简洁的 这种Sigma符号 把它处理成呢 K等于0到N 因为这个当K在变动的时候 K等于0就是第一项 那K等于1的话 这边 括号 K如果是1的话 就代表它是一阶导函数 那K如果变成2的时候呢 它变成二阶导函数 也就上面这一项 那这里这个K次方也跟着变 然后呢 记得后面要加一个余式 那这个就是TID展开式 那TID展开式呢 最主要是 可以用这个式子 下去呢 把一个函数 表达成像这种形态 表达成这种形态 有什么好处呢 你可以下去计算 它的这个函数 在某一个点的近式值 那假如说呢 这个A刚好是0的话 那上面这个式子 它就变成像这种格式了 这个 这里呢 就变成S的K次方 那这个里面呢 因为A是0的关系 也就是说呢 这个函数 它在 它的N接导函数呢 在0那边的函数值 就放在这个分子 那这个我们把它叫做 马克劳林展开式 马克劳林展开式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